我要謝謝他們,因為我以為綠營做的民調只有百分之一 他竟然還給我這麼高,讓我真的受寵若驚,謝謝大家 綠營內部有一份民調,您選黨主席的支持度只有11.9%,怎麼看這一份民調 我想我要謝謝他們,因為我以為綠營做的民調只有百分之一 他竟然還給我這麼高,讓我真的受寵若驚,謝謝大家 如果現在還有江啟城區綠倫跟韓國瑜的話,會影響你的參選意願嗎 我說過,我們現在就是在討論我們理念的時刻,我們希望跟黨內的同志們討論我們的理念 認同我們的理念,自然我們就有機會,不認同我們理念,我們當然自然就不會有機會,就這麼簡單的道理 這個也不是由綠營來決定,抱歉 韓市長以前在高雄的時候,對於這個,因為高雄來講是 鳳梨的這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產地,台灣 他以前在高雄的時候,我印象到他對這個,有關鳳梨的,鳳梨農的這個 生活情況,他們的這個銷售情況就非常的關心 那我去拜訪他幾次 他對這個高雄的水果的出口也非常在意,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表達就是韓市長他本身對這個農林的這個 向來的關心,我個人很敬佩這樣做 未來如果要輔選台北市長的話,對上陳時中將會有信心嗎 我想我們這個 打鐵還需要自爭搶 如果我們的候選人跟我們的 所有的這些參與選舉工作人 本身的條件好,那麼同時也夠努力 我相信不管是誰來選 我們都有 十足的勝算 我相信我們都有非常大的希望 我想現在包括這個環保問題 能源問題其實 也就是基本上就政見證的過去這個民意黨在能源證證的失敗 用太多的這個意識形態去取代專業的判斷 然後用政策方法解決經濟的問題 這其實台灣現在能源困境主要來的 這個執政黨可能必須要衝向最新檢討反省的事 好不好,謝謝